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大巨蛋在他上任時就吵得沸沸揚揚 包括當初大巨蛋為何設在這個地方 還有開發權力金零等 是不平等合約 與遠雄肯談後 大巨蛋如果成功賺錢 應該要有一些回饋 其實很多人都忘掉 大巨蛋停工真正的理由是不安途施工 當然是為什麼不安途施工這麼久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一個這麼龐大的建築物體 不安途施工 也不可能看到的 假裝不知道讓他繼續施工下去 當然就說你這不安途施工 叫他停工 如果只是說窗子換個位置 那才好辦 連柱子都不一樣 除非拆掉重建 那也不可能 所以怎麼辦 就真的再去重新申請一張建造 哇這個等於 再重新申請一張建造 這個就 就拖了好多年了 所以其實那個 單單防防避難性審查 在中央就審了 差不多兩年十個月 所以 很多 那大概回到我們市政府 環評 我記得就開了八次了 所以 當有很多人在看的時候 這個建造要過就不容易了 那 總算 花了很長的時間 把程序走完 那 當然在期間我們也是 希望說大巨蛋是一個安全的建築物 那所以 其實我一開始看 他的確有些 有些公安上面的缺點 包括這個防火區塊 這是很基本的概念 他這個在地下室完全沒有做防火區塊 這很奇怪 所以防火區塊重新做了十幾個 然後 動線再重新調整 逃生梯再增加 其實後來我們現在大巨蛋跟國務紀念館之間 地下道也有打通 所以 經過一些重整 總算讓大巨蛋至少他看起來是比以前 安全度是提高很多 那另外一個是 權利均的問題 當然原始的 契約文件就沒有權利均這一條 所以這個就很難跟人家去談判 所以當然也是跟 遠雄有肯談 我就說這個還是要進到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 雖然一開始在訂了契約完全沒有 營運權利均沒有 開發權利均 但是我們總是 如果有一天這個大巨蛋成功的會賺錢 總是對社會有一個回饋 副市長黃珊珊也說當年大巨蛋一約 他就認為是詭異詭異再詭異 經過兩年的重啟一約 協商就是要終結領權利均 所以修正後的合約 我們是按照 我們公開招標評選的安侯企業管理公司的得標 我們提出了大巨蛋案的權利均收取機制評估報告 那安侯公司依據遠雄巨蛋 他提供的109年的投資計劃書 還有市場的資訊 作為分析的基礎 建立了財務模型 依照不同的情境試算權利均 寄收的期間 跟比例 提供給我們參考 所以我們在5月份 核定了這個報告書 修正後的合約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們到底談到了什麼 因為整個他提出的109年的 投資計劃書以後 考量到疫情缺工缺料 還有新建成本的確有提高的狀況 他公司交的權利均之後的 股東的內部報酬率 還有合理的投報率 以及銀行融資的 契約財務的比例 來要求跟 以及體育船館 營運不易 的相關損益兩平的這些特性 也就是我們評估了各種的因素 來參著我們申請的比例 安侯給我們的報告裡面有一定的比例的區間 也就是包底跟抽成 包底的部分 在 預估營業收入 就是他必須要提出一個預估營業收入的情況下 是0.6到1.2 超過預估營業收入的部分 120%的部分 0.7到1.8 那超過120 120以上的部分 1.4到3.6 所以這個區間是 財務顧問給我們的 建議 接下來就是今天最重要的 宣布就是 我們在 預估營收 遠熊大巨蛋 如果賺了1000塊 台北市民可以拿到多少錢 這邊有四個答案 一個是1塊 5塊 6塊 14塊 我們目前談到的就是 台北市民 在遠熊大巨蛋他只要 開始營運 他就可以 分到 6塊 也就是 千分之 6 0.6 就剛剛這個包底 那 簡單來說 只要他開始營運 大巨蛋跟周邊 設施開始營運 我們就會用包底 抽成的方式來 分潤市政府 銀收1000塊 台北市政府分到6塊 如果一年的 一屋 營餘的話 是50億 那台北市政府 一年收到3000萬 那如果是60億 就是3600萬 另外 我們也約定了超額分潤 也就是超過 預收營 營收的部分 可取得 1% 到1.6%的 超額營收 分潤 也就是 無論營收 高估或低估 包底抽成 台北市政府 都會分到 相關 該有的利潤 如果我們大巨蛋 如果我們大巨蛋的 預估營收 是每一年60億 為例子 那他如果實際的 營收是50億 那大巨蛋還是要 繳交60億 乘上0.6% 3600萬元 的分潤 給市政府 那如果 他的 年收入 增加到70億 那他除了要繳交 計劃營收 分潤 的3600萬 之外 他還要進到的第一階 的超額營收的分潤 也就是70億 減掉60億 有10億要乘上 一個percent 總共是1000萬 所以他繳交 總共繳交 4600萬元的分潤 給市政府 那如果他的 營收更好 達到了每一年80億 那除了 剛剛所提到之外 他在80億到 72億到80億 之間的這8億元 就會進到了 第2階 的超額營收的分潤 要乘上 1.6percent 所以等於 1280萬 所以在 年收入 80億的情況之下 大巨蛋就要繳交 給市府 6080萬元的 分潤金 那我另外用一個 算式 來跟大家 做說明 如果說 大巨蛋的 實際的收入 是每一年 80億元的 情況之下 如果他的 預估營收 是每一年 有60億 那他就是有 60億要乘上 0.6percent 然後有 72億到 60億之間 這 12億 要乘上 1個percent 然後他的 72億到 80億之間 要進到第2階 乘上 1.6percent 所以總共 他要繳交給市府 是 6080萬元 那如果他的 年收入 稍微比較低一點 是50億 那 他的 預估營收 是50億 他實際營收 是80億的情況之下 那他有 有50億要乘上 0.6percent 然後 51到61之間 要乘上1個percent 61到81 這20億 要乘上1.6個percent 所以總共 要繳交 7200萬元的 分潤金給市府 所以我們就是 透過這個包底 跟抽成的 分潤機制 來保障市府 以及市民的權利 紅山山補充 預估營收 遠雄可以 報多報少 但報少的話 超額抽成就多 預估營收 報多 包底分潤就多 因此無論如何 市府市民 都不會有損失 記者 温宇俊 台北報導